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机背是一个很漂亮的皮面 前面就像一个平板电脑 但是如果你是说我摘起来的时候 只要这样轻轻摘 这部机就像一个我们以前用的平板电脑 这样就可以拿出街很方便 这部机会有什么特别 所以今天就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想问一下Vanessa 这部机的设计概念是什么 因为我刚才听说 这部机很多年之前 已经开始有这个概念 究竟是如何有这个概念 以及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Vanessa Lenovo 团队的同事 其实在我们联想里面 以人为本 或者是客户体验 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过去都推出了不同的产品 去刺客市场有不同的需要 五年前 我们刚才和Lawrence都分享过 五年前开始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发觉Foldable的产品 将会是市场上的 一个需要 我们也希望将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创新 和一个内容的产品 可以带给大家 其实这部机 如果作为全世界第一部 可以接的笔记宝电脑 整个设计 或者生产困难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我想最困难的就是 在工程师来说 如何将一部传统的电脑 变成一部可以接的电脑 再加上就是有 传统的有很多CPU Hardisk Ram 如何将它整合到一部 这么小的电脑里面 另外可以散热做得很好 这些都是工程师的考量 如何在结构上 电池上 对它配合 令到有一个内容性的产品 其实我看这部机的外观 其实就好像 你看到一部普通的平板电脑一样 不要说特别厚 但是它的屏幕的控制 当然是大了 我想会不会最难 但其实是它的屏幕的教位 其实这部机器是 ThinkPad的其中之一位 Family Member ThinkPad的所有模式 都必须通过12个不同的 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 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在这12个不同的 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我们是有22个不同的 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去试试我们所有的 ThinkPad模式 就是确保到 我们ThinkPad 每一个模式的产品 都可以适合到 不同的用家 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上 去给用家提供得到 一个 静静的 Data Processing 的需要 刚才提及过 它是有11个不同的 Foldable 的 element 首先当然是 Bessel 即是外框 接着它那个屏幕 是有5到6层的 模式的屏幕 接着下面 其实在机器里面 是有个 Carbon Fiber 的底板 是用来 提供着 那些脑袋 电池等等 之后去到它的 背包 真皮 牛仔皮 的一个 Shield 还有我们这个牛仔皮 其实我们就不会 去把皮夹 去抬起它 因为皮夹 大家都知道 你抬起得多 它就会松 所以如果 接合了的时候 大家看到 这里有少少 是镜面 这样的 看 and feel 但如果你当它 摊开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皮夹 是会去 摊开 整个机器 这样 这个是一个 很 trendy 还有一个 很 的皮夹 设计 这样 还有 所有的 fintech 都好 任何的模特 我们在厂 在那个教委 我们是开合三万次去做测试 即是这部也三万次 所有的模特 我们在厂 就是这样 在日本环奔的厂 如果大家可能有空 去YouTube 去Google 例如 例如 ThinkPad 陈酷 大测试 等等 你们会看到 有时有些行家 是拍了 去到我们的 是的 那个Lap 很有名 要潜盛 做不同的测试 在我们的ThinkPad 是确保它是 reliable 去为客人 去提供 这个Data Processing 的需要 即是连这个 OLED panel 都会经过这个测试 整个Panel 一齐去接合三万次 即是不会说 我怕这个Panel 会爆 就不会进来 不是 其实我自己 第一次接触这部机器的时候 我发觉 这个Panel 如果比起今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些摺碟式的手机 推出了 现在说完结束 这部机器的 架位 即是现在摊平了 基本上 你看不到有摺痕 它摺得很平 即是比手机的造工更平 即是手机虽然平 出到第二代 仍然是有点摺痕 但这部是完全不平 甚至乎你拿手指摸下去 都不会觉得有点凹凸的感觉 是没有的 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很好 还有刚才你提到的 这个皮面 我上个星期试的时候 其实我无论如何摺也好 这个边边这个位置 其实你不会漏缩的 因为一漏缩 其实这个位置有机会入层 但是它包的皮 其实包得很贴 无论你屈到什么角度也好 那个皮 是弧形的贴着 那个机身 这个我又觉得它其实真的做得很仔细 这个位置 搞得很好的 好了 其实技术就很高难度去做到摺摺的屏幕 在用途上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部摺摺的机 以及针对什么用户去使用呢 我说一说针对用户 哪些效果群会更多焦点这些产品 其实我想这个包装的PC 会更加比传统的Notebook 或者Tablet 会更加广泛的使用 例如现在的总裁 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女性 因为以前的通常都用 可能用Notebook 放不到手袋 其实现在就一部 包装了 接了的电脑之后 就可以放到手袋 又或者一些从业园 以前就可能一部Notebook 加一部Tablet 现在就协议合一 去用一个产品 去采取所有的技术需要 是的 其实如果大家现在看 如果我摊开 其实大家的电视 或者你们的螢光幕 看到这个13.3寸 画面 其实是不小的 如果你说我回到办公室 或者我家 我摊开去 当一部是Notebook 电脑 或者当一部Desktop 装置 其实画面 很方便我做一些正常 Notebook做的画面 我觉得有些像以前我们 可能十几年前 很流行日本的迷理电脑 就是这种 但日本的迷理电脑 问题就是那时候 没有这些先进的接曲的平板 其实是很小的画面 加一个很小的主板 那些字都特别小的 那些键都特别小的 操作上就很难 比较困难的 但如果大家 当年追求那些很小的 可以带得到 袋子的 就挺受欢迎的 都是当年那类 日本的迷理电脑 那现在就是 看到一个这样的 FORFETA 机 但好处就是 你不会犧牲了画面 如果你有需要带的时候 你可以带回带 例如我回到家用 或者我在咖啡店也好 如果我有点空间 其实都可以带开 在规格上 除了可以摺带 之外 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 在规格上 其实我们是用了最新的 Intel Core i5 CPU with hybrid 技术 这个CPU 是有5个 CPU 还有 CPU的耗电 是7W 7W TDP 比起普通的 X1 Carbon 或者X13 这些 CPU耗电 是15W 低耗电 以及i5 级的 CPU 可以让客户有 效果 或者我们看看一条影片 给大家具体一点 可以了解一下这部机器 可以摺带的意义 在哪里 因为我自己用这部机器 大家看到那个教位 其实这个可摺帖屏幕的 录簿 在Lanlofo 其实也不是这次的一部 因为之前很多 例如Yoga 或者是一些商评 我记得大家 如果有印象 可能是说 两年三年前 Yoga Book Yoga Book 都出了两代 其实都已经开始 行一个叫做 Deal Screen 的 筆记簿的设计 当然 它就和现在这部不同 这部是一个屏幕 你可以设计 那时候就是两个屏幕 而且是行一个 一边是一个E-ink 的屏幕 一边是一个彩色的屏幕 那其实为什么 Lanlofo 是特别 行先去做 Dual Screen 的设计 其他厂 好像没有什么 很积极做 Dual Screen 为什么Lanlofo 会有这样的概念 其实在2012年 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 产品叫做 X1Yoga 或者我们有Yoga 的系列 我们在2012年 是第一个PC 的製作者 就介绍了Yoga 这个方法 就是说 那个设计 可以360度 反转 当这个设计 是一个 tablet 我们是领导PC的潮流 之后 大家都会看到 各大的厂商 都会有 不同的产品 去研发 到今年 八年之后 2020年 我们也是全球第一个PC 产品 去研发了 一个可以摘摘的 一个PC 这样 变成了 其实 The Future is Foldable 是这个X1 Fold 的一个 Selling Point 和一个Slogan 就是去 令到这个潮流 去令到更多的产品 可以更加省位 亦都不会负责到 那个用力 大家看到 现在这样 攀开了 是一部13.3寸的 设计器 再加上 其实是可以 客人可以 选择的 去 加配 这个 Bluetooth 的Wireless Keyboard 那 当这个Wireless Keyboard 是用磁石 去摆上设计器 的时候 当你把X1 Fold 摘起来的时候 这个X1 Fold 就会帮这个Wireless 的Bluetooth Keyboard 就是Wireless 这样充电 那变成了 这个是一个 便宜的 即是我要摘起来 再充电 在使用的就不会 是 那当你摆开了 的时候 你就可以摆在前面 真的像一个Nodebook 这样做事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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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 能否拍到 是 OK 好了 现在 按Enter 按Enter 那就是有反应 可以打到字 即是现在这样 我是13寸 全开了整个画面 那我的Keyboard 就摆成这样 这样打字 是的 还有它有个Touchpad 这个Touchpad 也可以当Mouse 这样按键 我觉得Touch screen 会快些 因为这个小小的 但是这个Keyboard的手感 跟Thinkpad的Keyboard 应该分别不大 因为我看到Key的大小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Thinkpad的产品 最有名的都是Keyboard 是的 你真的感觉到很实在地 你是按了下去 可以打到一个字 是的 比起其他有时候 坊间看到有些其他不同的模特 你可能是 不小心拆掉 又或者是 你打了 不知道自己打了 但是Thinkpad的产品 的Keyboard 其实你是会感觉到 你自己在打字 这是一个好处 而且是一个客人 是重复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看到这个Keyboard 其实都很大 如果你说 刚才你说 我踏上去电脑上面 会变成什么 这样的 这个Action Fold 其实有个Trick 在这里 就是说 那个Webcam 那个Webcam 在上方 就是那个 机的上半截 当你在Portrait Mode 就是打动的时候 那个Webcam 也是在上半截的时候 这里是上 这里是下 那么Keyboard 通常是放在下面 所以 那个Magnetic Keyboard 你就可以在这里 Magnetic 这样黏上去 当你黏上去的时间 那么它被遮盖 那一个Portion of the screen 就会缩了上来 那你就真的可以当它 是一部小型的Notebook 去继续去操作 就是现在这样 就是一个正常 迷你Notebook 是的 那条Taskbar上来 那这个Form Factor 其实尤其是适合 譬如我们是坐飞机 而现在少坐 但是如果是要Travel 坐飞机或者坐高铁 for example 那样 又或者我们去到街角的咖啡店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咖啡店 那张桌子其实很小的 那如果你说想要一个生意伙伴 去聊聊天 那每人拿一部14寸Notebook的时候 其实你那张桌子放了Notebook之后 都放不到一杯咖啡 是的 但是如果是有这样的 form factor的PC 大家都可以是 可以聊天之外 喝到咖啡之外 也都可以做到 看到你的电脑上面的Data 又或者是可以聊到生意 那这个是一个很便宜的 一个form factor 那还有呢 其实现在很多办公室 都流行有很多叫做Huddle Room 因为现在是通常只有猪肉桌 猪肉桌就没有什么Privacy 所以就多了一些 衍生了一些Huddle Room 就是给一些小组 2到6个人 那样的尺寸的人数 在一个小的meeting room 那里去讨论一些东西 那你想像到一个小房 6个人坐在那里 那如果每个人都拿个full size的notebook的时候 那真的很压定 那这一个form factor 就是很适合这种的情况去使用 还有当你接合了 刚才也提及过 那些女士是可以很方便地 放在自己的手袋 又或者是带出街的时候 它也是有一个trendy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黑色的真皮的牛仔皮 好像一个organizer 是的 是的 还有其实如果你放在书架那里 那也是好像一本书那样 那还有呢 除了那个keyboard 是optional之外 我们这支笔 也是optional 那它这支是叫做active pen 那它是有两个键 那键可以program的 可以program做一个擦胶 或者program 去call up一些application 方便到它使用 还有我们的笔是wakam去代工的 那这一支笔是做到4096个sensitivity level的 那还有呢 也是可以做到一个tilt writing 就是好像一支圆笔那样 打斜去写的时候 你轻力就会浅色一点 你大力就会深色一点 那也是做到这些效果 那变成了呢 平时如果是出街去开会 要作乌丝 不想打字 想写的 那就可以 或者想画公仔的 那就可以做到这种这样的动作 嗯 还有或者是开adobe的document 去签一些文件的 这个也是可以帮到你了 嗯 那又或者平时 放到工了 我想回家 坐在梳化那里很舒服 那我就可以放在梳化那里 可以去做一下事情 这个也是可以了 那面就是不同的环境 都可以 和不同的用户都会适合 嗯 又或者 我把键盘移除 那我做一个landscape mode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看电子书 当是一本书那样看 也是可以 就是手握住来看 左右两页 这样可以做 是的 左右两页又可以 又或者是你这样 放大它又可以 是的 在地铁很逼人的 你也可以省下一些空间 我上次试 如果我们打开它 其实它的尺寸 就刚刚 是同一张A4 当然 那个长度就有少少 但是你的环度 那个阔度 是刚刚好 那我便可以100% 看一个A4的文件 无论是工作好 有时候工作好 我们做完的版本 我们要看一个Preview 或者一个PDF 那我就可以用一个100%的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去看到这个文件 好像我们以前读书 对 正常的Notebook 就很少做到这种情况 就算你可以打直也好 那它的画面 就未必是可以配到刚刚好 100% 这个我觉得挺实用的 是 好 那还有呢 上次我试的挺好玩的 就是 你可以打开 virtual keyboard 如果我不打开一个 keyboard 另外一个就是 我可以同一时间 把画面上下分割 做两样不同的 比如我上面 可能在做单纸 下面开过网页 或者我上面 在XL做报告 下面我开过YouTube 看电影 我可以这样做 我把两个网络器 就分了上下 因为我们这部机 是跟着一个 Mode Switcher 一个免费的 跟机的软件 它就是 当你去 轻轻接合 或者是 摊平的时候 它是感觉到 这个动作 它就会问你 你是否想 轻轻接触 它那个子 彈出来的 是的 现在我是 接了一点 如果是 这个来的 如果你选择 一 它就会 将一个 应用选择 将一个应用选择 你就可以 全选择 做到这个应用选择 如果你一 接合的时候 你去选择 两边 它会问你 你另外那边 是想用哪个应用选择 那么你就可以 展示到两个 不同的应用选择 这个怎么应用呢 就是 如果你是 for example 它打动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想 比较两份文件 for example 新 contract 旧 contract 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开两个 word document 这样去比较 又或者你是 internet shopping 可以比较 相机 可以比较 A相机和B相机的 功能 可以做到这些 比较 以前我们就要 开两个 window 就是自己 这个放在上面 这个放在下面 这样做个分角 现在就 按一下 就是 是的 这个又挺实用的 这个很便宜 其实这一类可接叠式的电脑 你觉得除了刚才你说的 会不会还有些很特别的功能 或者有些 你会想到有什么用选 有些特别的用法呢 就是画画吧 就是 嗯 其实是 刚才说过 那个4096的 level of sensitivity 你是可以拿来画画 甚至是拿来 比如是 签一些 document 因为它可以 是有深浅式 那变成了 都是做到一个 就是 签名的时候 的增值 close to增值的效果 那也可以做到这些 的事情 还有 旅程的时候 是很方便的 嗯 旅程很方便 旅程很方便 那它那个电池的使用时间 有多长 哦 我们就在Factory 就用这个Mobile Mark 2014 的Benchmark Tool 去测试我们 那个Battery Run Time 在厂做这个测试 是 直至11个小时的Mobile Mark 2014 的测试 是的 平时都是USB Type-C充电 我看到你桌面有两个 有什么分别呢 哦 正在这里 这一个 其实大家看到 就是 旧式的 Existing ThinkPad 用开的火牛 这个火牛 是65火 而 另外 这个小小小的 另外 这个小小小的 也是一个65火的火牛 大家看到 那个新的火牛 的体积 比起旧的 是小了30% 还有 旧的火牛 如果要带出街 是420克 而新的 这个火牛 是一半 200克 所以 是一样的电量 可以帮助 暴飞机去充电 另外 也要提提 这个X1 Fold 是有两个USB-C插头 一个是机底 另一个是机側近 所以 平时 朋友回到位置的时候 如果 那支屏幕是一个 USB-C的 监控器 那支屏幕 是可以帮助 这部电脑 去充电 同一时间 同一个USB-C插头 亦可以导致出 两个2K的27寸的外部电脑 那我们联想 其实有P24H 和P27H 是做到这件事 而我们这两个 监控器的模特 在监控器的背后 亦都有一个 RJ45 Gigabit Ethernet 的插头 亦都有4个USB-C 3.0克 所以 那支屏幕 是可以取替 一个Docking Station 那你说 如果不是 我用Docking Station 也可以 插的USB-C Docking Station 也可以出回 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用你刚才说的 那两个型号的监控器 就里面有Docking Station 可以做到那个功能 因为 我们这两个USB-C插头 其实都是支持 这个Power Delivery 和DisplayPort的功能 所以 一个USB插头 螢幕帮部机充电 而那个DisplayPort的功能 就可以出到第一个Display 而第二个Display 就是用DisplayPort Daisy Chain 这个技术 去扔到第二个DisplayPort 所以 可以整体出到两个External 的2K 以及这一只2K 整体三个2K的屏幕 在你的桌上工作 就是我只有一条线 一条线去第一只屏幕 一条线去第一只屏幕 第一只屏幕 再一条线去第二只屏幕 Display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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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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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 要多工作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Document 做Comparison 的时候 是的 是的 而且这个真的很变区 这个重量 我现在拿着这个重量 是970克 当然加上这个Document 就更多一点 但是这个是一个 少于1kg的形象 嗯 上次我试了 有件事我没有提到的 原因就是 原来这支筆 我上次就 发现它可以打开 那究竟 这个头有什么用的呢 这个纯粹是 支筆的盖子 这个纯粹是支筆的盖子 这个纯粹是支筆的盖子 是的 但是它有一个USB 哦 其实它是插进去 做一个SUB 哦 哦 保护它的 就是支筆要充电的 支筆是用USB 充电 充电 平时不用的时候 充满了电 充电的时候 就充电回去 就让它不会碰到 有保护 是的 哦 这样的 所以支筆就完全不需要入电 但是支筆会不会很快没有电 或者充电一次可以用很久 支筆呢 如果是充电两个小时可以 我记得好像是三十天的 三十天 我也是一个月才充电 那都可以 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手指来的呢 原来这个是保护的 嗯 是的 了解多了这部机的资讯 因为上个星期我试的时候都很严重 好了 好了 譬如说如果充电的电脑 如果充电的电脑 会是 就是 刚才听你说的 可能会有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人 是的 那 未来会 这类电脑 你怎么看前景呢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其实越来越多人去选用这些 Foldable PC 因为它的体积小 很轻 很轻 而且它可以 再令到它的工作事会功佩 所以我们都 和不同的客户群组都会更加适合 因为以前的 可能是传统的 Thinkpack 可能是一些 entreprise的客户 是的 那一些idea series 可能是一些 consumer的客户 但是这些的产品 其实是 所有的客户都很适合 嗯 所以我们都觉得 这个产品 都是一个 市场来的需要 嗯 那现在 其实我看回今年 整个Thinkpack 是 多了几款 不同的机器 给用户去选择 是啊 其实在X1 series 我们其实除了X1 4 我们还有推出了X1 Nino 这个是13寸的 其实我们都会 配合市场上不同的需要 Nino是未出售的 出售的了 出售的了 那这部X1 4 我听说 我看这部机器 除了刚才提到的Taxe 这里还有个 是否有个SIM卡的位置 这个是 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模特 是一个Wi-Fi的模特 当然这个SIM卡的位置 就是封了的 那其实呢 那我们可以再迟一个月 那我们可以给客人去选择一个5G 这部机器 这部机器 可以用来插 大家的5G 或者是4G LTE的SIM卡 哦 即是迟些会有5G版 是啊 是啊 那其实呢 这个X1 Fold 和我们的X1 Nano 都将会是 available 去选择 这个5G的模特 当然 我们在 产品开启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 开启一个Wi-Fi模特 在先 然后呢 过一两个月 就会提供5G的选项 好啊 有读者问 他说 这个摘屏呢 能不能用 可以摘多少次 哦 是啊 刚才我们有说过 是啊 我们所有ThinkPad 都是用更熟的教位 比起我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买了其他品牌的电脑 其实用胶的教位 我用第二年 我读书的时候 那部电脑的教位就破坏了 那部屏幕就站不起身 那这些情况 在ThinkPad就不会出现 因为我们所有ThinkPad模特 都是用金属的教位 还有刚才提及过 我们那个 在日本横斌的厂里做Laptest 我们每一部ThinkPad 都是开合三万次的教位 所以呢 我们确保我们的产品 是reliable 供客人去使用 嗯 是啊 希望答到你的答案 是啊 那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是 哦 贴不贴到保护帖啊 哈哈 是啊 似乎不计计客人自己再贴保护帖 是吧 因为一贴这些位置 就是有一个保护帖 我暂时未观察到 市面上有这种产品去卖 哈哈 哈哈哈 手机保护帖我听得多 但是是玻璃帖来的 一摺就爆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不会花的 如果是保护帖呢 其实可能它会有少少的黏力 可能是 会妨害到那个屏幕自己自然的接合 那么在菜单上都没有提及 说 推荐什么东西类似的 所以 我觉得暂时就 反正市场都没有这种产品 摘机 不要说电脑 我想 手机都没有摘机的保护帖 是吧 就是你当两块 就是不贴中间 但是不会这么用的 摘机真的不喜欢贴保护帖 是吧 你没理由蠢到贴两块 中间留条纜 那样 那就不美观 美观 都不合理 两级 你写字就很怪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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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问题 价钱 价钱 我记得 你看你说 我们在官方网站 已经是随时可以订得了 我们应该是在官方网站 已经有最基本的设计 我们刚才也说过 我们下个月都会有5G的提供 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我记得就是入门版 一万九千多 细数 你自己上去看 就有一部升级版 好像包起来的 键盘那样 那是二万四 大约上去 那你上去看 刚才我们看 刚方网站很清晰 看到价钱 对 是的 我们有条链 你可以键下去 你就看到价钱 有没有其他问题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 之后 你未必看直播 可能你看重播 如果你看完之后 有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 无论是Facebook 这条 Feed 下方 或者YouTube 这条Feed 下方 都可以留言 我们看到 都会回答大家 或者我 不懂回答 我都会找回这两个朋友 跟大家说回 是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条片 如果有问题 对于这部 FingPad X1 Flow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 今天很感谢两位 谢谢 令到我了解更多这部 因为其实今年2020年 虽然说疫情 大家都到处都去不了 很多科技的展览会 又停了 但其实今年一些很突破性的科技产品 其实今年都多的 大家认识一下 其实很多很多 包括这一部 X1 Flow 都是其中一部很突破性 近这几年都没有一部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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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更多这一类 这一类 比较不是传统的 新的机 我相信 未来会越来越多 我自己也相信 我想刚才也有一件事 是我们可能说了 这一部 当然是全世界第一部 可以接合的 一个2K resolution OLED display panel 的一个电脑 其实它一个最舒服的 是你用来看影片 又或者是看照片 它2K resolution 再加上它那个 屏幕的色域 其实是很一流去看的 它这个是P3色域的屏幕 其实很多Notebook 都未必去到P3 如果大家想看照片 看准一点的颜色 P3可以显示的颜色 层次是会更加多 更加丰富 这个可以大家参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多谢两位嘉宾 今天的出席 也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个星期的GadgetLab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